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诸位圣知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观世音菩萨的故事 我们上一周讲了观世音菩萨的一些身份 还有他扮演的角色 以及观世音菩萨 他的名称的意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他的梵文 那有梵臀观世音跟光世音 或者观自在 观世自在 很多不同的名号 指的都是广大灵感 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今天是农历几月几号知道吗 二月十九 二月十九是什么大日子 观世音菩萨的生日 对呀 观世音菩萨的生日 他的圣诞 我们称为圣诞 好像有的人很疑惑 有人今天拜拜吗 有啊 路上很多人在拜拜 不知道人家在拜什么 因为今天二月十九啊 是相传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嘛 所以你看要是在道场 很多就会在圣诞的时候 菩萨或者佛的诞辰 就会有庆祝活动 因此今天有一些名家 就会拜拜 因为他们 有的是拜佛 拜菩萨 有的是把观世音菩萨 当成观音骂 再拜 然后还有一种说法 民俗说法 说什么 今天一定要去庙里拜拜 如果你的身体不好 一定要去 特别今天要去祈求 观世音菩萨保佑 有听过吗 或者是要认观世音菩萨 当干妈 有没有 有的都会认妈祖当干妈 有的小时候拍幽期嘛 一生出来拍幽期的 就会带到庙里去给佛菩萨 当他的 或者是神明 当他的干女儿 干儿子 所以有的人就会说 我的干妈是 妈祖 有的人是 有人拜 有人认土地公当干爸的吗 有听过吗 好像没听过 大部分都是 妈祖 有的人是 恩祖公有 恩祖公有 当干爸爸的 好 那我们佛法里面 在佛教里面 我们不认佛菩萨为干爸爸干妈妈 因为佛就是我们的爸爸啦 是吧 佛是我们的慈悲父 那所以佛跟菩萨都是跟我们的法身之父跟法身之母 我们今天看着观世音菩萨的法门的种种的修持以及一些感应事迹 我们也都常听到人家说人人念弥陀护护护拜观音或者加加阿弥陀护护观世音 这表示就是在汉传佛教里面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 甚至很多人他会说他是佛教徒 可是他只知道观世音跟阿弥陀 但是他不知道释迦牟尼佛 有听过吗 有的人真的是这样啊 有一次我去大陆啊 我就在寺院里头 有那个就是人家来拜拜 他就跪在那里很虔诚很虔诚一直在祈祷在磕头 你要是去到寺院 尤其是大陆很多都是这样 你会看他就是跪在拜殿上面 一直拜一直拜很虔诚 甚至就觉得说烧香烧得越多越好 现在已经都有规定了 大陆很多规定就是只能烧三柱香 对他要你烧三柱不要烧太多 有一个居士他看到我就问我说 那个是什么神 因为他不知道那是释迦牟尼佛 我说你是佛教徒吗 他说是啊我是佛教徒 可是他不知道那是释迦牟尼佛 他问我那是什么神 那有的很多根本就是你在拜佛 可是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四圣地 听都没听过 什么十二因缘 更不用去谈什么法报化三神 所以我们在学佛就是会发现说 很多地区他的信仰差别是很大的 那也不用奇怪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接受的就是这地方的佛法的教育 那风俗文化民情都不同 你学到的各个佛法的知识的面向也不一样 那你的修持的法门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观世音菩萨他到底有哪些修持 因为很多人他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人家说 他说我是修观音法门 那你问他说那你观音法门是修什么 他就说我就拜观音啊 他觉得他拜观音就叫观音法门 他说他修地藏法门 你问他怎么修 他说我就每天念地藏经 他就叫做地藏法门 那实际上你说观音法门他有很多 他要说他只拜观音叫观音法门 你也不能说他错 只是他就是其中的一个面向 他不是全面因为毕竟他有一个专属的嘛 好那所以观音法门 其中一个就是要去支持圣号 既然是要念圣号 顾名思义一定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所以你就是每天可以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 这样子送 或者你也可以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或者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就是把他的名号在前面再加上他的很多的称呼 赞叹菩萨的美德 还有菩萨的神通力功德等等的称呼都是可以的 就是你自己习惯的念法就可以 像有的人会念南无广大灵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要这么长也可以 但是我相信念这么长的人应该比较少 大部分人就是观世音菩萨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 既然很难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保持正念我们就找一尊佛或者是菩萨 我们觉得跟他比较相应比较好像有心灵感通的 我觉得我念这尊菩萨我觉得好像得到佛或者菩萨的避应 我就找这么一尊菩萨当成自己的最主要的护法的佛菩萨 不是佛菩萨来护我们的法 是佛菩萨要来加持我们 就好像是一般的护法神一样 但是他比神还要高很多 因为佛菩萨他有大功德力慈悲力神通力 那我们在念这些圣号的时候 你边念你的心就会有依靠 我们人会痛苦就是迷茫 就是不知所措 所以才会难过会紧张会害怕 然后你会想象很多很多幻想的事情 那个不是很苦的事情也被我们想成很苦 所以我们要自己找出一尊菩萨 当我们的加持的佛菩萨 这样子我们如果有困难的时候 你第一个你就会知道 要找哪一尊佛或者菩萨来加持你 让你的心有依靠 让你产生力量 这就是无畏啊 没有恐惧 没有害怕 以前我们有讲过无畏应吧 所以无畏应是右手举起来向外 那有的人会看到 有时候有一些无畏应是左手 也有两种都有 可是我就我自己在看啊 很多立像就是这种3D的立体像 以前的佛像的造像 佛跟菩萨很多都是右手 但是你要是看现在很多平面的西方三圣 或者是说图画等等 然后阿弥陀佛他不是会这样穿得很庄严 然后彩色的去接引众生 他就会是左手无畏应 然后右手就伸出来 好像要牵你的手 我的手伸出来 要接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我们习惯用右手嘛 所以这是什么时候的演变 我没有去考究 所以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就有这两种不同的姿态 但是如果是按照经典更多讲的 就是右手这个无畏应 那有些经典会把无畏应 就是这个语愿应 左手的语愿给人家愿望 满众生的愿望 跟无畏应两个结合成一个应 也有这样子的说法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 既然除了支持圣号 还有另外一个修观音的法门 当然就是送普门品 也就是妙法莲华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也没有人普门品已经会背了 摇头 有人会背记子 记子因为它是 就是字数一样重复 就比较好背 所以如果你们背不起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也可以背记子 没关系 以前很多年前 20年前我在经社 超过20年了 我在经社 有个小女孩来小学而已 她就很快就把普门品背起来了 你小孩子就记忆力很好啊 你叫她背普门品 她就说好啊 然后就很单纯 然后就会背了 我们看天台中的智者大师 她在七岁的时候 她去到寺院 寺院里头的僧人 教她送普门品 她听一遍 她就会背诵 听一遍就会了 可是她那个时候啊 还没有记子哦 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啊 旧莫洛斯大师的普门品的 那个后面的重颂的部分 是后来才加上去 所以她那时候是没有这个记子 但是没有记子 光前面的长文就蛮长了 听一遍就记得啦 我们可能听一首诗 我小时候念小学的时候 我们老师要我们每天 背一首唐诗 一首唐诗才几句啊 四句 最多五言绝句 七言绝句 我们小朋友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们就是一整天就要背那一首 一整天背 背四行而已耶 如果七言绝句才多少 七四二十八个字 就要背一整天 人家智者大师 听一遍就会背了 所以这个 这就是为什么她叫大师 她是圣人 那我们没有这么好 没关系 我们慢慢背 慢慢背 也可以 好 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持咒 持咒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 持咒大悲咒 有人大悲咒会背的吗 好请举手一位 两位 可以跟着送自己单独背有困难 我念能言咒就是这样 能言咒我还没完全背起来 所以跟着念 你就会很自然会念 可是自己一个人念的时候 可能前面几会还可以 到后面第四会第五会 我就全部都乱成一团 因为咒语真的是没有意义 你不知道她的意思 你要背很难背 你只能靠那个发音 所以你们如果想要背大悲咒的话 网路上有很多版本 我自己比较习惯听的是 灵眼 普里灵眼 三四他们的版本 他们的大悲咒跟灵眼咒 都还蛮庄严的 那有一些版本 它是快速的 快速你刚开始要学习 你可以把它放慢速度变成 就是变成0.75倍 这样子 他在慢慢的念的时候 其实你心会比较平静 有的人习惯把念咒 就是送得很快很快 稀里呼噜就这样念过去 因为他是强调他的量 强调我一天要背多少遍 一天要送多少遍 因为他是以量取胜 那我们在送咒的时候 尤其一开始在学习 我们就慢慢的念慢慢的送 那你跟着他在送的那个旋律 其实你就比较容易背 我出家前就是把这个大悲咒就背起来 因为你就边做家事 我就边做家事 然后就边听 听那个大悲咒放 然后边放大悲咒 我就在那边折衣服啊 扫地啊 做什么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你多听几遍 其实你就会了 就是边听然后你拿起来念送 这样子就很容易会背起来 另外就是六字大明咒 这个大家应该也有听过 只是比较少人在送 因为汉地比较少 可是如果藏区就藏传佛教 几乎都是六字大明咒 很多很多 而且你要是在这个路上啊 或者是在这个圣地里面 你会看到他们会叠石头啊 或者会刻字 就是刻 on mani ba mi hong 就是刻藏文的 那我们在在汉地的话 当然刻的就是花 那个什么中文 on mani ba mi hong 或者有的人念什么 on mani ba mi hong 都有 on mani ba mi hong 是诞文 on mani ba mi hong 这以前我们解释过他的意思 好 所以那这个是六字大明咒 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 那另外就是观音灵感真言 有人会背吗 如果你会背十小咒的话 就会背 会不会背十小咒 那个很饶口那个 那个很饶口那个 你们看你们的讲义地 注释第三 哪一个咒不饶口啊 每一个咒 对啊什么 on mani ba mi hong on mani ba mi hong 就是这个 你叫我用念的 我还不太会念 因为我都是唱 我们在早晚课都是唱嘛 所以你要是唱说 on mani ba mi hong 马格尼亚那 我就会 我就会断掉 我不知道要怎么念 那可能你老苦啊 哦 每个咒都一样啊 那中午就不认识 对 所以就是 因为像我自己啊 像以前有一阵子 有一个节下 我就是念钥匙经 然后我就送钥匙咒 那钥匙咒 我就送他的梵文版 然后你就会觉得 因为我会梵文嘛 我不是会梵文啊 我学过梵文 我学过梵文 所以我就用他的梵文版来发音 你也知道他的意思 那送起来感受就很不一样 跟我们念中文那种 看不懂的字 那个发音真的差很多 所以就看个人 嗯 对啊 那你们慢慢学 请说 为什么咒语不翻译啊 为什么咒语不翻译啊 你如果有翻译 不是对得更快 有翻译你会很痛苦 为什么 尤其是 你看这个 冷言咒 冷言咒里面的很多 很多是鬼跟神 鬼神的名字 那你看到鬼神的名字 其实有的人会害怕啊 你都在念鬼的名字耶 这个鬼 那个鬼 譬如说 我是忘记是什么鬼啦 譬如说他跟你说有恶力鬼 那你一直在念恶力鬼 你不会恐怖吗 可是你要是念他的 看不懂个名字的音 不是就OK吗 要知道咒语哦 咒语他是属于秘密咒 那既然秘密咒 他就是不要让你知道嘛 他是在这些鬼跟神 他们其实不是恶神 他们是在护法 然后在背后来帮你 我们看以前看过法华经 他不是有不少的这陀罗尼咒 那法华经里面有讲啊 这些夜叉 罗叉 这些恶鬼 他发愿我要护持 宋法华经的人 如果有人要去干扰 或者是攻击 宋法华经的人 他说我要打这些人 让他头破七分 譬如说 假设我是宋法华经的人 你是护法华经的法 可是你是恶神 但是你有善的那一面 是要护法 护佛法 结果有人要欺负我 那你就把那一个人 把他碎尸万断 是这样啊 所以不要随便去惹这些恶鬼 还有神啊 他们就是说 他们 你说是不是本质叫恶 也不见得 也就是但是他有那个恶的特性是存在的 所以你看有一些 譬如说在打仗的时候 那这些将军或者是兵 士兵他们是不是骁勇善战 然后都是这种强大的力量很强 可是你不要惹他 他可以保护良家妇女 可是如果有坏人来要跟他打 他是不是很凶狠的那一面就显现出来了 同样这一些 护法神也是一样 我有我要保护的人 我要忠于我要护持的人 还有佛菩萨 所以如果你们要来打我 我会比你们更凶 所以你们要是去到那个四天王殿 很多四天王他们不是都是眼睛大大的凶神恶煞这样看着你 如果很多没有学佛的人 他去到寺院看到四天王 其实会害怕 他们觉得好恐怖喔 你们怎么有这一些 还有密教这些鬼神更多 都是很凶的样子 那他这个显现凶的表情 一个就是有嚇阻的作用 我看着你 你不要做坏事 那所以我们就看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些护法神 那因此通常咒 因为他刚刚讲他是秘密咒 他就不翻译 因为你知道他的名称这些意义就不大了 那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尤其是在印度因为有一些音喔 他们强调某一些音是有他的那种宇宙的力量 所以像OM啊 这种OM 然后他就是有这种宇宙的力量 神秘的力量 所以你就是去念他的音 那因为我们不懂梵文 所以只好把它用我们中文的音来翻过来 就好像我们在学英文 你看英文譬如说有一些英文的名称 譬如说用什么 警察 警察叫police 那香港人就叫玻璃士 对不对 然后taxi就叫打 打滴 是叫敌士吗 对taxi就是敌士 那你要搭taxi就叫打滴 所以你看一定是我们用我们懂的语言嘛 还有你看日语也是啊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什么 道藤敬香喔 还是什么 是吗 是有这个名字吗 忘记 可是假设啦 好像譬如说以前我们念过的道圣和夫 道圣和夫是我们中文的发音嘛 在日语他的汉字是写道圣和夫 可是他发音就不会叫做道圣和夫啊 只是我们要讲我们看得懂的听得懂 我们可以沟通的嘛 那同样这个梵文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不会用梵文 我们只好用我们的华语的音 中文的音去用 所以秘密咒你要保持他的神秘的力量 通常就不要烦 就像之前我不是也跟你们跟大家讲过 Om Ma Ni Ba Me Home 你讲Om Ma Ni Ba Me Home 你就觉得好神秘喔 好像这个力量好大喔 菩萨好慈悲 可是你如果每天一直念 莲花上的一朵 一朵宝珠 每天都要念 莲花上的一颗宝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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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重复念 你觉得你有加持力吗 大家想想看嘛 莲花上的一颗宝珠 莲花上的一颗宝珠 你一天念个一千遍 你都觉得我在念什么啊 没有什么特别嘛 可是你Om Ma Ni Ba Me Home 你就会觉得哇好神秘好有力量 所以这样你就知道 为什么这些咒 它是这么的神秘秘密不可翻 好这样知道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怎么那么难背 其实你真的想要背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背得起来的 所以那天有个居士就讲啊 在现场啊 我们船员他就说 去爬个山啊 走个路一下 多久啊 很快就把经文就背起来了 就是你愿意你用心 你有下功夫其实就可以了 好那说到爬山好 这边就有个疑问Q&A 那天有人就问我啊说 师傅我可不可以边爬山的时候 我就边持咒 可不可以 可以齁 好大家都觉得可以 有没有人觉得不可以 那如果你在爬山在走路散步的时候 或者做家事的时候 你送咒 就是你在动当中 送咒 跟你静静的做着 送咒 有没有觉得感觉会不一样 有人觉得不一样 为什么 法师为什么觉得不一样 就是要分心去做其他 如果你在动的时候 哦对 静的话就是可以专心去送咒 嗯 在动的时候 尤其你在走路啊 他就是会分心 嗯 因为有时候我们有 有一个这个指标啊 每天要送多少遍 嗯 对 对 就是你给自己一个期许 然后就是你的功课 我一天要送多少遍 然后你边走路就可以送 这是可以的啊 没有问题 本来就是走路可以送 尤其你看哦 我们走在路上 台北车水马龙 你真的你如果是有念观世音菩萨 或者你自己的佛 或者你持咒 其实会让你的心比较专注一点 然后你也觉得有一种保护的力量 无形的保护力量 其实就是在的 嗯 那但是就是刚刚讲说 你在动当中 心会比较分散一点点 可是你静当中 你就是很专注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相反 有的人一静下来 他可能念一念 他就睡着了 也有啊 而且你说有的人 他其实坐下来念 他其实有时候也会念一念 不知道在念什么 因为他手一直在拨念珠 可是实际上他是在打妄想 也有啊 对 所以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你就看你自己 嗯 那有的人是静啊 动啊 他其实都可以念 那所以这个感通力就出来了 之前有个居士他就跟我说 他在一个夏天啊 他就念大悲咒 念了108遍 乘以108 他的念珠是108嘛 然后一颗就是108遍 108乘以108 嗯 所以他一个夏天他就念了一万多遍 嗯 啊 然后念完之后 他就说他有很大的这种感通力量 啊 好 那再来啊 大悲咒很长 不容易记忆一定要背起来吗 这个有人马上摇头 是很难背还是不用背 这两个不一样哦 嗯 要不要背就看你们自己啊 因为就每个人修的法门不一样嘛 嗯 嗯 啊如果你真的想要背的你就 你就发心 嗯 就发心就努力要去背 啊 宋咒是不是念梵文的原因加持力会更强大 啊 譬如说刚刚讲的 on manipamehome 跟on manipamehome 有没有不一样 嗯 蛤 on manipame new 嗯 蛤 对啊 有人说念on manipame new 不是on manipame home 到他都有他的感通力了 对啊 那念错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所以 那你念一个 你念这些 譬如说这些神啊 护法神的名字 你把他念错 他会不会觉得你是在叫它 你在呼唤它 你在召唤它 你这召唤它 你们觉得咧 如果你把她的名字念錯 她會覺得你在召喚她嗎 譬如說你這個髮弦 然後我就叫你傳弦 你就不會覺得我是在叫你嘛 傳弦就更早一對啦 當時你 那你說的啊 還是比較過對嘛 那你說的 就不是她的名字嘛 譬如說這邊有一個人 這邊有一個人他叫做小強 那你天天每次要叫她大強 她的反應就大強不是我啊 我是小強 或者人家是演奴的 你就叫她 欸 賣狗狗的 對不對 她就覺得演奴的 你是在叫我 我就會反應 你叫她醜八怪 我完全不給你反應 我問你們啊 你們覺得念咒是不是在念原音加持力才會更大 是嗎 你們覺得是 可是也有很多人你在漢地 他們都不會念梵文啊 念的不是都是念錯的凹口的 大悲咒 有沒有誠意在念 有沒有誠意在念 有誠意就有力量 那這些神他會知道你在呼喊他嗎 知道齁 有信心 因為你念錯了他從此就知道 以前我們有一些法師他就是老菩薩 他說 哦 你好花心哦 他會 有居士來到場 很發心 然後他要讚嘆他哦你好好懂得要來修福報很發心 願意來 來護持 他說哦你好發心 他就說成哦你好花心哦 發心跟發心差很多 可是乍聽之下會想哎你怎麼說我花心 可是你就知道哦是是他的發音不是那麼準 那這樣子你就會知道 所以護法神他們是很聰明的 他也會知道說哎你到底是不是在念他 尤其是佛菩薩更有智慧啊 你念錯他會怪你嗎 不會啊嗯 好那所以同樣的如果發音不正確會不會 遭罪過 不會啊心誠則靈 嗯 對就好像你你在跟你的爸媽或者跟老師啊講話啊 你要是講錯了他們會怪你嗎 不會啊你笑一笑就好了 好那就是前幾天有人問問師傅的他說 經書內有大悲咒可是印刷有錯別字 可以用正確的字貼上嗎 嗯 哦可以對有人說可以 好那這樣子做是不是不恭敬經書 既然可以就不算了嗎 嗯因為他有錯我們就是要把他糾正啊 那否則我們就會一直都是念到錯的了嘛 好那我們就是恭敬的把他糾正就好 但是你不要用那個什麼黑筆啊 就給他塗的黑黑的這樣子 醜醜的髒髒的這樣就不好 好說到這個有的人會在經書上面做筆記 嗯不要做哦 好 為什麼呢 譬如說你手邊有一部法華經 那你要送法華經你就是送經就好 經書我們保持乾淨 如果是論注 譬如說師父的書使忠心要經說 你可不可以在上面做筆記 就可以 因為這不是經書 那經書我們恭敬經書讓他保持乾淨是第一個 第二個經書是佛說的話 那我們要送經我們只要看佛說的就好了 不要去看你自己在旁邊寫的註解 所以我們經書就是保持乾淨 但是如果經書譬如說你今天送到第幾頁 你用一個小小的那個那個post it 中文叫什麼 書籤可以放還有一種那種 便利貼謝謝便利貼你在貼住 這個就是你送到這裡可不可以 這是ok的沒關係 我們就是經書就是保持乾淨這樣子 好這個恭敬心就怎麼恭敬就自己去拿捏 那另外當然還有修觀世音菩薩的法門 就是修耳根元通 這是針對禪修的部分 是針對禪修 但是很多人就是修觀世音菩薩 還是以宋咒跟持明號最多 真的要修耳根元通的很少 因為畢竟第一修禪修的人就少 第二禪修的法門也有很多 他不見得會去修這個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方法之一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說你跟他人家問你 你是不是修觀音法門 你說對我修觀音法門 那人家問你你有沒有修耳根元通啊 你說我沒有 那人家就批評你說 那你就不是修觀音法門 你怎麼可以說你修觀音法門 這樣子的觀音就不對啊 他要批評的是他的事 但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有很多的修行方法 這個耳根元通只是其中之一 那當然還有鼎禮 禮拜觀世音菩薩 這也是 還有供養 要怎麼供養觀世音菩薩 可以用什麼來供養 用誦經來供養算可以 還有勒 可以用什麼來供觀世音菩薩 使供養香 還有 對使供養 不只使供養很多都可以 你用祭樂啊 唱歌跳舞 譬如說 你會彈吉他的 你說觀世音菩薩 我每天彈吉他給你聽 可不可以 可以啦 欸你不要以為我在開玩笑哦 真的啊 你看經典不是都有祭樂供養嗎 只是應該沒有人這樣啊 但是你要叫你 要每天彈吉他念 Om Ma Ni Ba Me Ho 要這樣子供養觀世音菩薩也可以啊 你今天回家就說 觀世音菩薩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忘了拍謝 今天上課聽師傅講才知道 那我現在補唱一首 還邊彈吉他 沒奏樂 我雖然不是天女 可是我至少人世間的吉他我可以彈 我還有人世間的美好的音聲來供養觀世音菩薩 祝你生日快樂 可以嗎 可以啊 我真的不是在開玩笑啊 你們想說我在笑是不是 我不會講 是真的啦 都可以啊 你就是虔誠的心供養 我們有什麼 我們就供什麼啊 如果你今天有食物 我今天做了這麼好吃的 生命志拿來供佛 可不可以 供菩薩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做了鞍骨粿 可不可以供觀世音菩薩 可以啊 然後你說 哎呀 觀世音菩薩 不好意思 我平常都沒有幫你這個菩薩像擦乾淨 那我今天常會懺悔 今天是您的生日 好 我今天來幫你擦乾淨一點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有很多都是供養啊 這虔誠啊 那這邊有個思維題 禮拜誦經持咒 為什麼會有功德 這是好幾周前有人問我的 為什麼會有功德 心清淨就有功德 很好 還有勒 你們都只知道有功德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有功德 你在等答案 心清淨就有功德 還有什麼答案 你們相信有沒有功德 有啊 啊相信啊 那為什麼有功德 前不久 前不久有一個居士 他就 生重病 然後我就跟他說 啊你就念觀世音菩薩啊 你就每天就至少送一部普門品啊 或者送一部金鋼琴 可以最好就一天各一部 那你就多念觀世音菩薩 剛開始他還問我 有效嗎 對啊 他就一部 你有效嗎 然後他就說 啊我平常都沒念 現在生病才要念 有效嗎 會不會來不及 我說你沒聽過臨時抱佛腳嗎 人家那個往生前 念一句阿彌陀佛就可以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你現在離你 檢查報告還很多天 怕什麼 啊你就好好用功就對了 你不要去想那麼多 然後後來檢查報告出來 他就很高興跟我說 我現在終於相信普門品了 然後他說 哦我現在發了大怨 你要我幫你什麼 我都可以幫你 我要來發怨 我現在可以幫忙眾生的 我就要盡力 我說好啊你說的 他說對對對 我已經發怨了 所以人就是這樣 在苦的時候 苦的時候 你才知道我要趕快悔改 我就跟他說 你既然現在檢查報告 都是正常都好了 你要記得 你不要固態附蒙 人是這樣啊 我生病了 菩薩救我救我 然後我一天要發怨要送多少啊 我要度多少眾生 我要布施多少 然後就忘記了 久了就忘了 說到布施 以前有一個人 他就 跟 我們以前在中台山的時候 他就跟我一句老和尚說 他發心 要發心一百萬 然後供養那個道場一百萬 然後老和尚就說好 然後結果後來呢 他一回家他就反悔 他想我為什麼說 我要主動要發心一百萬 奇怪 就很奇怪 然後他回去他就 他就後悔了 他就想那我不要發心了 結果晚上他做夢 就夢到老和尚跟他說 你不是說你要發心一百萬嗎 然後隔天醒來 他就想 對對我已經發心了 我不可以收回來 因為是他自己講 沒有人逼他嘛 那有時候人就會 莫名你就會那種感動 你就想要付出 想要發願 想要發心 然後一回去就突然覺得 我回到家我就清醒了 你就覺得你在道場是迷糊的 我為什麼要發願 要發心 要禮拜 要做什麼 然後回到家 怎麼清醒狀態 其實剛好兩個顛倒 所以這是突然想到的小故事 好那所以這禮拜 宋經跟持著 我剛剛講的一個是清淨心 還有我們虔誠的心 我們在禮拜的時候 我們常講我們拜佛 拜佛不是拜這一尊 好像立體的3D的雕像 你拜佛不是在拜2D的圖畫像 你拜的是什麼 拜的是像代表的這一尊佛菩薩 他的發願的力量 他的慈悲 他的智慧 他的功德力 他的神通等等 他度願度眾的這麼慈悲的大願力 我們拜的就是這個佛菩薩的精神 還有我們在拜佛的時候 拜的也是我們自己的法身 對啊你在拜佛 佛在你前面 那你是不是也是受佛的加持 我們是佛弟子 所以當我在虔誠禮拜的時候 我是跟佛菩薩相應的 那你在拜的時候 我們想想看 我們不管是在拜佛 或者在誦經持著 你是不是跟三寶是連結的 你好像跟佛菩薩同一國 你沒有跑出去造惡業啊 像以前老和尚都跟我們講啊 我們打坐 凹腿很痛啊 他就說你坐在這裡凹腿 你七天禪修好像都在打妄想 實際上你有沒有功德 有啊這七天你都沒有出去造惡業啊 你在道場你能夠讓你造什麼惡業 沒有啊 那雖然你沒有這個解脫 你沒有正道空性 你也沒做到一支好香 但是推而求其次你仔細看 你真的沒有造惡業 你在道場裡面就只有善法 就算你的心是散亂 你偶爾看到莊嚴的佛菩薩相 你會不會有一絲的這種讚嘆的心也出來了 那你在送心經 早晚課跟著送心經 是不是也在讀經文了 對啊 那你在送心經你就不是去看外面的 這一些花花世界的這些迷迷之音嘛 那是不是功德 是功德啊 那我們持咒啊 誦經等等 那誦經以前我們也說過很多遍 誦經你就是在誦佛說的話 所以我們在誦經的當下就是在聽佛對我們說法 我們在聽佛的音聲 這不是就是功德嗎 是啊 而且我們在誦經啊等等啊 禮拜、懺愧、懺悔 我們在誦經的時候啊 你在看經文是不是一種培養智慧 你在看經文智慧就培養起來啦 那培養的這個智慧都是出世的智慧 都是解脫的智慧 那當然就是最殊勝的功德了 今天人是佛地詞 我們就是對這個修行要有信心 這信心一定要建立起來 信心建立起來 你後面才能夠有成就 對啊那天我們有個居士就講 他說他阿嬤每天都是在念 念什麼經 你阿嬤每天念大悲咒 他說他只要回家就是跟阿嬤睡在一起 然後想睡覺阿嬤就一早起來就在那邊念大悲咒 他說有一天他就覺得 我想睡覺你可不可以不要念大悲咒 但是又你念頭又在想阿嬤也是在用功 我不可以起這種念頭希望阿嬤不要念大悲咒吵我 對啊如果我們聽到別人在用功 覺得人家是在吵我的話 你那個不好的心念就升起來了 可是我們能夠第二個念頭就是反省檢討說 我不應該有這樣的念頭 我要讚嘆他發心 那這樣子我們就是忏悔的情境 好另外呢 這個問題以食物供養佛菩薩的適當時間為何 這是昨天有人問我的 你們覺得咧什麼時候可以供養佛菩薩食物 隨時都可以 有人說隨時都可以 有沒有人覺得有其他時間 有沒有 好 受過八關齋戒的 對 佛陀日中一時過五不時 所以如果你要供佛菩薩的話 原則上因為我們有種說法叫 諸天早食 早上是諸天在吃飯 中午是佛 菩薩在吃飯 還有僧人 下午是畜生 鬼是晚上 這是一種說法 所以如果我們要供佛的話 我們就是在中午以前供佛 如果說你說我今天下午買了好吃的水果 我要不要供佛 明天供 可以明天供 可是你說我今天就很想吃啊 我要供了我才能吃呢 那你就先吃啦 你就說佛歐 我先供未來佛 嘴纏的未來佛先供 你不可以把譬如說你今天買了 這樣子一盒葡萄好了 你不能說好我這一盒葡萄 我就先吃一半 然後剩下一半明天再供佛 那就不對喔 這個叫以禪食供佛 你剩下的拿來供佛 這就不可以囉 嗯 那我先收一半起來放著其他我在吃 你先收一半起來放著其他你吃 其實也是等於你先吃 然後剩下的給佛了 那麥家就在那邊裝成兩袋 喔可以 就是他說的 這個很聰明的建議 他說你在買的時候 就跟賣家說我要買兩袋 那一袋是供我自己未來佛 一袋我是明天要供佛 這樣可以 因為你已經先分開了 那你的信念那時候就是這樣子了 因為你是想到你自己啊 就是因為我買的時候就是一袋 那先挑幾個好的起來冰的準備供佛 喔先挑起來幾個冰的準備供佛 如果我個人我是通常沒這樣啦 我一袋的話 如果我真的要供佛 我就我會等到我供完佛 我才會吃另外一半 我不會先挑一半 然後說這個是明天供佛的 我先吃另外一半 因為那個對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還是叫剩下的一半給佛 但是像他就是他買的時候 他就很清楚 我今天就是一半就是要供佛 一半是我要自己要吃的 那我另外那一半 我就把它留著 那看你啦 如果你自己本來就是 因為有時候 我們也很難買的時候 就分兩半嘛 那你自己就知道 嗯嗯 那虔誠心最重要 那虔誠心最重要 就是趕快先飄起來洗一洗捐起來 你知道嗎 啊 你你歡喜就好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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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喜就好 因為有時候我們很多一些 規矩儀式 你要是把它變得太死的話 你會變成什麼都便便扭扭的 然後明明我是很虔誠的心 就被別人講成是不虔誠 這會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以前我遇過有一位法師 他的職勢就是 開車 那常常要送貨 那他每天都在路上跑 可是我們以前在山上 你就是要聽老和尚的開示嘛 或者聽驚啊等等 那他的職勢就是一早就要出去 然後一直在外面跑 然後一跑那全省都在開車 你說他什麼時候用功 那於是他可以做的時間 他就是在車上 他就聽驚或者聽開示這樣子 這是不得已嘛 誰想要這樣 可是他的職勢就是這樣啊 所以他是自己採取的方便 結果有另外一位法師聽到了 就跟他說 你不恭敬佛法 你怎麼可以在開車的時候聽法 他就起了很大的煩惱 他就跟我說 我沒有辦法選擇啊 你們都在山上 你們有很多時間 你們可以靜靜坐下來 我咧 我不一樣啊 所以你看我們看到人家 他這樣子吼 我們不可以用 我們先入為主的觀念 如果他可以做著聽法 不是最好嗎 可是他今天是把握時間 他沒有辦法 那你說他怎麼用功呢 所以我們應該要讚嘆他說 你開車已經很累了 你還懂得要來聽法 要來學習把握時間 所以我們要換一個角度來想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到啦 你在爬山你在走路 你在做事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送走 可以啊 是讓他安心嘛 如果他開車 因為開車你在路上遇到很多車 你是不是第一很疲勞 然後第二你會很心要很專注啊 有時候甚至還會浮躁嘛 因為很多人開車很恐怖啊 你開車的時候 有的人那種開得很快 從旁邊這樣子給你鑽鑽鑽 咻就到你前面 就差一點要中到你 那他如果可以藉由開示 或者是藉由送經、聽經等等 讓他的心神能夠安寧 能夠保護他 能夠開車很安全 這不是很好嗎 而且他開車的人他安全 他也是幫忙送貨啊 他送貨到各個道場 各個分院 這是他的指示 他可以安全 不是大家都都是一起獲利嗎 所以這個到底要怎麼樣 我們自己以自己的良心為主 所以我本來的想法是什麼 我的念頭是善的是正的 你就去做就對了 如果有的人覺得我會掛愛 那你就不要做 這樣懂意思 就像我剛剛講 我習慣 我如果今天沒有辦法 就是供佛 這個我要先吃 我就不會留一半 對你來講 我就是要留一半啊 明天供佛 另外一半我今天就要先吃啊 你就是很自在嘛 對我來講 我有我的方式啊 所以我們各做各自的方式 只要你是虔誠在供佛 這個最重要 不要去批評別人 好 好 那另外就是供品可不可以放在香岸上很多天才撤下來 不好為什麼 會壞掉 有的感冒或者是蘋果不是都可以放很多天嗎 更不好 過年放很多天 那個是民間的習俗啊 你在佛教裡面沒有 剛剛有講啊 佛菩薩是中午以前吃嘛 那所以通常就是你只要供上去了中午左右你就可以收下來了 所以不要在香岸上放很多天 我看有一些道場啊 他們就是譬如說一盆一盆的 或者說一大盤的橘子啊水果等等 他們就會從初一供上去 然後一直供供供到食物換新的一盤上去 我去過有一些中國的道場是這樣 我就問他們說 這樣食物不是都不新鮮的嗎 你供佛結果你每天一直放著這樣子 他們說 他們給我的答案是 不會啊很好看啊 就是他覺得是一種好看啦 嗯 那就是他們的習慣嘛 我們那個法會 比如是禮拜天法會 我們禮拜六會入場 但是我們共國是禮拜六會 好這邊有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說禮拜天是法會 可是你是不是禮拜六就把共國 因為共品都全部放上去了 我跟你們說 以前我們在中台的時候最早全部都不行 一定要法會當天把所有的共品放上去 我們以前是這樣子 後來就是為了節省時間啊方便啊 然後就說沒關係前一天就放 不然當天你會來不及 可是為什麼以前可以現在不行 為什麼很多年前我們都可以做 現在不行 所以以前我在經社的時候 我就規定我們法師說不行前一天不可以放 一定要當天 對我就被說很嚴格 對但是還是要聽我的話 所以他們還是做得到啊 所以他們就是早上來就七點多八點就是放上去 還是可以的啊 那有的人就會建議說 我們法會是一整天啊 那你那個共國啊 受逃受勉不要撤 那就是下午再撤 我就會說中午了過後可以撤了 可以撤下來了 因為我們的虔誠的心嘛 那你不是為了好看 當然我們是要莊嚴談場 莊嚴道場 那至於怎麼樣就是看主事者 主事者說OK 那就聽主事者的啊 主事者說中午了可以撤下 那就撤下 不要吵架 和和為主 至於誰比較嚴格 誰比較鬆 這個沒有什麼定論 也沒有什麼誰叫好誰叫壞 搞不好有的人會覺得啊怎麼共平都沒有了 你們都不好好的共佛菩薩 有沒有可能有人這樣批評 不懂的人也會這樣批評啊 這樣了解了嗎 後來我們是把共國收到櫃裡面 明天再構上去 先裝好 對啊 你的共國先把它 因為很多道場 它的共國會擺得很高嘛 那你先疊好是沒問題的 因為我還沒供上去 我是現在把它準備好 就好像我今天先洗好 然後乾淨了 我明天就可以供啊 意思是一樣 所以你先把它擺好 然後明天一大早供上去 這是OK的 可是對我個人來講 我的認知我會覺得 你今天就不能吃 我放在你面前是要把你贏的嗎 類似這樣子嘛 懂意思嗎 你現在就不能吃啊 譬如說你今天持五的人嘛 那結果我就說 那個某某人啊 我今天買了一個很好吃的 那個 素塔 超級好吃 然後你說 我吃五耶 沒關係啦 你放著啦 我就放在你面前喔 你就好好看喔 你就等著明天再吃 你不是 這讓人家垂涎三尺嗎 當然佛菩薩不會垂涎三尺嘛 佛菩薩就是我們供什麼 他就是一直很歡喜 就算我們不對的時間供 他會不會生氣 他不會的 佛菩薩不會在意 可是我們修行的人 我們能夠 就是按照這些佛制 按照這些儀軌 我們能夠來做就這樣做 但是不是說一定 因為這些一致本來就是可以改的 對那只是說 一致一定有他的淵源嘛 那你就按照這個淵源 看有些隨方疲擬 不同的時節 因緣地點不一樣 你還是可以做修正的 不要明完不化 可是也不能變成太隨便 什麼都說沒關係 什麼都差不多 我們太多的差不多先生 什麼東西就是沒有一個制度 沒有沒有一個規矩 好 那所以這個原則上如果是我自己共憑 我不會放很多天 我就是中午就會撤下 但是你們要是看到有人沒收的 我們不要去批評哦 或者你們去到人家家 人家那個香案啊 佛案是怎麼共怎麼擺設 你不要去到人家就一副 我告訴你我在道場學過 這個佛要擺在這裡才恭敬 你這個神怎麼可以擺在前面呢 你的那個拱罵怎麼可以放在前面呢 然後你這個觀世音菩薩怎麼放在正中間 然後佛 釋迦牟尼佛把它放在旁邊呢 你人家有人家在擺設 你去到人家七嘴八舌幹什麼 所以曾經有個居士他就跟我說 每一個人來到我家 都要對我的佛刊擺設指導一番 這一位師傅來講一套 那個師傅來講一套 然後某某居士來又講一套 講到大家很煩 因為每個人都講不一樣嘛 然後這一位師傅來 他就好啊那我就改 改了以後下一位師傅又來跟他說 你這樣擺喔不如法 而且都會用不如法 這三個字來跟他說 然後就好好好那我再換 換了又換另外一個人就說 沒有耶那個之前某某法師有指導過我們 應該怎樣 然後就覺得我這個佛刊文到底要換幾次 所以這個每個人有他自己家裡的這個方式 我們看就恭敬就好 不要太多嘴 另外就是禮燦 當然我們要是拜觀音法門的話 禮燦就是蒲門品還有大佩燦 蒲門品你可以用送的 你可以用讀的這個都OK 那當然我們也有拜蒲門品 因為你要是有一些蒲門品他在拜的時候 然後就是前面是送 那到了記子的部分就變成什麼 用唱的 對 常櫃在唱 可是唱的調喔 你們就是因為很多調你們自己 唱的時候不要唱太多那種 會讓人心浮動的調 這樣懂嗎 就是唱比較平穩的比較莊嚴的調就好 以前我聽過有一些人他們唱就會唱很多花吊 然後你就還要打花鼓 對 對 我很嚴 我都會說這些不准唱 然後他們就說我沒有俗地 這很好聽耶你不唱沒俗地 我說對我沒俗地這個不要唱 唱那個比較單純的不會讓那個心一直在浮動 因為很多人在道場去拜燦啊 唱送的時候你唱這個53佛35佛 你在唱的那個調啊唱起來我聽起來我就覺得 你們是在佛教裡面在佛堂裡唱佛法的卡拉OK嗎 對啊 真的他就覺得師父我們今天終於要來唱歌 要來唱送了 他把唱送當唱歌就不對喔 我們剛剛有講如果你要彈吉他 你要唱歌跳舞給佛菩薩看 這是OK 可是如果你偶爾為之還好啦 你要是常常每次到場我們禮燦就是要慚愧忏悔 你既然要慚愧忏悔就是要讓你設心 讓你專注 讓我們是一種寧靜的一種寧然不動的一種莊重的心態去拜燦 不是用那一種世間的什麼黃眉調什麼調這些來唱 然後讓我們好像在唱歌 那你在唱歌你會覺得我在抒發 可是我們在拜燦不是在抒發我的痛苦 好像把你痛苦一股腦兒全部都要唱出來 然後我心就會舒緩 當然有可能啦 但是我們尤其是在共修 很多人一起共修就盡量不要唱這些 會讓人家很浮人心浮動很浮誇的調 還是收射一點收斂一點比較好 這邊是我們來看四名尊者就是哪一位大師有人有印象嗎 知理 宋朝四名知理大師 那他的很多著作就被集結變成四名尊者教行錄 他當中有一篇文就是修燦藥指 就是告訴我們修燦悔法門 他最重要他的旨意是什麼 四名尊者告訴我們 理佛時深知佛體不離我心 同意絕緣圓照諸法 當我們在理佛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深刻的深切的知道佛體不離開我的心 佛體是什麼 你們可以看你們的講義這邊有列出來 佛體我們可以把它看成兩種 一種是佛的身體 另外一種是佛的無形的法體 你們的講義第二頁的注釋四 佛的身體就是我在理拜的時候 佛的形象這個外形外相 它是在我的心當中 所以當你在拜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想就是觀像 佛的形象是在你的心裡頭 這是一個佛體不離我心 另外一個是佛的性體 佛的性體就是佛性 也就是覺性 那既然佛體不離開我的心 就是佛性在我心中 我心 這個我的佛性也在佛的心當中 所以佛的這個特性 也就是佛的佛性跟我的佛性 是不是一樣的 是啊 無二無別啊 如果佛的佛性跟我的佛性不一樣 那不就有兩個佛性了嗎 我們有千千萬萬的眾生 那不就有千千萬萬個佛性了嗎 不是 所以佛性是一樣的 所以這裡說同意絕緣 緣就是源頭 那我們的覺性跟佛的覺性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在拜佛的時候 我們是用什麼源頭在拜 用我們的覺性為出發點 用我們的覺性來流露出我們的前程心 所以是同意絕緣 圓照諸法 我們的心跟所有的法界全部都相應的 所以佛跟菩薩他們這個磁光普照 就是在圓照諸法 圓照一切法界 那同樣的我的心在佛的心當中 佛的心也在我的心當中 這是一種互聚互容互赦的法界 這麼的殊胜 諸佛悟起同體悲 眾生迷強受諸患 諸佛本來就是最覺悟的無上的聖者 所以菩薩他們已經知道 體悟到眾生都是在受苦的 那他們自己本身也覺悟了了脫了 沒有障礙了 於是佛菩薩就升起了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來對待我們這些眾生 所以稱為諸佛悟起同體悲 眾生迷強受諸患 佛菩薩就是已經覺悟了看清楚一切世間 所以他才能夠知道我們眾生很苦 所以他要慈悲我們用悲來面對眾生解眾生的苦 但是眾生還沒悟啊 眾生一直還在迷惑狀態 既然眾生在迷吃的狀態呢 強受諸患 也就是我們一直都不斷的不斷的 受到這一些幻想幻事的困擾 眾生最喜歡打妄想 這個就是患 所以我們有迷幻的心 迷幻的心看到的外在就是迷幻的事項 看到一切都好像變魔術一樣 一切都這麼的不實在 可是我們把不實在當成實在 因此這一稱為強受諸患 也就是我們一直都受這些幻想幻覺幻象幻音等等的干擾 心沒有辦法平靜 於是悲苦相對感應思成 悲指的是佛還是眾生? 佛 對佛菩薩 因為前面講起同體悲嘛 所以這裡的悲指的是佛菩薩的同體大悲 苦當然指的是誰? 眾生 因為眾生強受諸患 我們就是你看我們這些幻視一直在很強烈的在干擾我們 我們心沒有辦法做主 所以悲苦相對 佛菩薩有慈悲心 眾生有苦患有苦的感覺感受 所以我們就會表達我們的苦惱 那麼悲苦互相相對 所以相對不是對抗喔 相對是相接觸相融合 於是感應思成 思成就是就成就了 或者才成就的意思 感跟應 所以有一句話說 眾生有感,諸佛有應 我們能夠感動佛菩薩 感動上天的意思 那這個佛菩薩就會回應我們 一生便至諸佛之前 一拜普消無邊之罪 這一生指的是我們的眾生 我在拜 我五體頭地 拜下去 我是一個身體 可是雖然用一個身體 我在拜佛 我就好像拜了所有的佛一樣 好像我在所有的佛面前 我都在理佛 你們就想像那個華言的境界 如果說譬如說 你一個人在這裡拜 可是你旁邊圍了很多面鏡子 大家都知道那個武則天那個故事 所以你看你有這麼多鏡子都在旁邊 所以你拜下去好像是你一個身體 實際上是有多少個身體 很多個身體啊 而且你鏡子跟鏡子相對 它是不是一個一個一直映照 它不斷的折射互相互映 那你有多少身體 看得到多少人多少身體 很多啊 就無量無邊 一直重重無盡的境界 於是你在 雖然是一生在拜佛 實際上是變至諸佛之前 你好像譬如說你在拜一萬尊佛 只有你一個人 可是你就是一萬尊佛前面 都有你在裡拜著一萬尊佛 就是這個意思 一拜普消無邊之罪 眾生的罪业跟罪障無量無邊 那我們一拜 禮佛一拜 罪滅和殺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一拜虔誠就可以感動天地 這個動天動地 那這一拜就可以把我們的無邊的罪业能夠消滅 那你說那師父我是不是拜一拜就好 你有本事你就拜一拜啊 對啊你有本事 拜一拜你就普消無邊之罪 那你就拜一拜就好了 可是我們的本事有沒有這麼強 沒有因為強受諸患啊 你這個正念的本事沒那麼強 可是我們的這個幻想幻覺 講這些異語都很多 所以這個才強了 所以我們就算你一拜已經普消無量無邊的罪 那不妨礙你拜兩拜三拜四拜一千拜一萬拜啊 嗯 好那功德當然是越來越多嘛 越多越好 我們繼續看觀世音菩薩的供奉跟禮禁 在寺院裡頭 我們最主要看到寺院通常 如果是禪宗的寺院 它的規格就是最外面是四大天王殿 然後裡面會有什麼 那個彌勒菩薩 然後後面會有 瑋陀菩薩 然後這個大雄寶殿就是通常是以釋迦牟尼佛為主 所以這個稱為正殿 因為它是主殿 正殿是大雄寶殿 那主佛的背面會供奉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你們要是有機會去大陸你會發現它很多寺廟都是這樣 前面是主佛 然後你走到它背後會有觀世音菩薩 但是觀世音菩薩不一定是千手千眼 它有可能是千手千眼 有可能就是這邊寫的海島觀音 或者它會有觀世音菩薩在中間 然後旁邊會有善才童子跟龍女 龍女其實就是法華經裡面的第十二品裡面那個八歲龍女 善才童子其實就是把華言經裡面的善才童子的故事 跟觀世音菩薩做結合 那主佛堪也有可能 我們剛剛講的是正殿的主佛的背後 那這裡還有另外一種就是你主佛堪上面就會有西方三聖 就是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跟大師智菩薩 或者是娑婆三聖 娑婆三聖是誰知道嗎 釋迦牟尼佛 觀世音菩薩跟地藏王菩薩 為什麼他們稱為娑婆三聖 因為這三尊佛菩薩跟我們娑婆世界的人最有緣 所以我們就把他稱為娑婆三聖 另外就是側殿 你側殿也有可能 譬如說這個供奉觀音就變成是大悲殿 因為我們知道大悲觀世音菩薩 所以這個側殿有可能就稱為大悲殿 或者稱為圓通殿 圓通殿就是剛剛講的耳根圓通 或者是就直接就叫觀音殿 那當然也有主殿是叫大悲殿圓通殿觀音殿的 也有 因為如果他這尊寺廟 他主供的就是觀世音菩薩 那他主殿就會是觀世音菩薩 你們要是去普陀山你就會發現 很多廟幾乎都是主要都是供奉觀世音菩薩的 以觀世音菩薩在主殿為主 還有就是我們也會看到在庭園當中會有 觀世音菩薩的像他會立在庭園裡 或者是他在會有廉池啊 這樣子也有 居家佛堂或者佛案 佛案就是佛桌 案就是桌子的意思喔 我們一般會稱佛堪 是因為以前的堪就是一個這樣子好像合起來 然後好像一個洞一樣嘛 就是一個一個放進去那個稱為佛堪 那如果你沒有這樣子遮障的 只是一張桌子上面我們供奉佛像 那其實我就會習慣稱它為佛案 那佛堂就是你家有一間特定的聽室 那就把它當成你的佛堂 像以前有一些人特地就會家裡會有供奉神明的 就是這一間就是他的神明廳 或者是供奉他的祖先的廳也有 這個就是你的祠堂佛堂神堂等等 我們看這個就是普陀山普濟寺 他的主殿就是圓通寶殿 所以圓通寶殿是供什麼哪一尊 對觀世音菩薩 這你看他就是他的主殿就是供觀世音菩薩 因為就是在葡萄山 葡萄山最有名大概就是普濟寺法語寺者這些 都非常有名 所以你們看這邊是不是很多人都拿香 這裡啊他們都是拿香 這個人拿雨傘他才剛來 其他人都是拿香在這裡拜 然後這邊要拜一拜然後那邊要拜一拜 然後很多地方都要拜一拜 所以你看這邊很多煙有沒有 都是煙 對他們的香是蠻長的 可是不一定喔 像我去普陀山真的 你會發現大家都覺得這個地方特別靈 然後就一窩蜂大家都要往這裡去 所以你看為什麼法語寺普濟寺這種大的寺院 很多人去因為他覺得就是靈啊就是通啊 然後就是要來拜啊 那如果有一個人抱你說 欸那個某一個寺院他真的很靈喔 那一尊菩薩很靈 那大家就會都來 他說那一尊菩薩他的大杯水啊超有名 台灣不是有那個 欸對九華山 他不是說大杯水很有名 就大家都要排隊拿一個大桶子去裝大杯水 對 那有名沒名就是就口耳相傳就會 沒名也變有名了嘛 然後有名本來不靈的也變靈啦 嗯 對啊 嗯 好 那再來這邊有個問題就是佛弟子在自宅 一定要供奉佛菩薩像嗎 一定要嗎 嗯 有規定嗎 沒有啊 沒有啊 你如果要去寺院也可以啊 就是在寺院就好了 那如果家裡有的話就比較方便嘛 你每天早上起來就可以用工 那還有就是有的人家裡沒有辦法 就是剛好有一個專門的廳堂 那你可能可以 你想要供你的佛像的話 你就是 譬如說 小桌子啊 或者是書櫃上啊 像昨天有個居師他就跟我說 師父我家的那個佛像啊 小小的一個 因為那是外國人嘛 我在幫他們上課 我就教他們說你要怎麼供養這樣子 他說 我家的佛像我是把它放在鞋櫃上 然後我一聽我就說 什麼鞋櫃 然後就把鏡頭給我看 我一看我就說 鞋櫃你把它換地方 對啊 因為鞋櫃是我們會每天開來開去 而且鞋子是比較髒的地方嘛 那當然心經講 不生不滅不夠不進啊 心經是這樣說啦 可是如果我們還沒有到不夠不進的地方 的那個境界的話 我們還是要恭敬 所以我就跟他說 你找一個乾淨一點的地方 不要放在那個 鞋櫃上面 他說這鞋櫃是最大的空間了啊 我家很亂 我說那你要供 你自己就要找一個乾淨一點的地方 你書櫃啊 或者是哪裡都好 所以如果你要供 你就是自己要想一下 找一個乾淨一點的地方 那像有的人就會說 你這個佛菩薩不可以擺在廁所的正對面 有沒有人聽過人家這樣講 也有啊 他覺得說會這樣子對著廁所不乾淨 那或者是什麼風水 那自己家擺不用想什麼風水 在道場都沒有講風水 你在家裡要想什麼風水 乾淨 前程 這個最重要 其他的就不要想太多 所以這同樣的第二題 如果想供佛菩薩 可是沒有妥適的空間怎麼辦 那你就想啊 真的沒有你就不要供啦 你就自己送經啊 這也可以啊 像有一個居士啊 我看到他就是 他在他的地藏王菩薩前面擺了一把劍 然後我一看我就說 你把劍收掉吧 怎麼會放在地藏王菩薩前面 他說劍有什麼關係 劍很好啊 我說劍就代表就是殺氣嘛 殺戮之氣 你今天在菩薩前面放一把劍做什麼 我說劍我在練舞的啊 對啊我說你練舞你就放旁邊啊 不要放菩薩前面 我跟他講過很多遍 他都不挪走 一直到他生病了 他就說我把 我聽你的話了 我把那個劍拿挪走了 所以他就說劍不是代表智慧 我說對劍是象徵智慧之劍 可是你這個劍你是拿來練舞了 你就是一種殺戮的那種氣嘛 那這個殺戮之氣我們就不要放在菩薩前面 你都不供水也不供香也不禮拜地藏王菩薩 你都不做 他放一把劍在他面前是什麼意思 耀武揚威喔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自己要供的話就要想一下 我們要供我們就是虔誠 然後看起來像藝術品的佛菩薩有一些頭有沒有 佛菩薩只有頭或者是上半身 大家覺得可以供奉嗎 對啊之前有個居士就跟我說 師傅我家這一尊看起來像藝術品 很多師傅來我家都跟我說叫我不要供這個 然後問我可不可以供 很多師傅跟他說不可以供 對啊我就跟他說你想供你就供啊 對啊他們覺得是藝術品嘛 看起來的確是有點像藝術品 可是你把他當成是你的佛菩薩 你已經這麼虔誠的供為什麼不能供 可以啊 那只是外面真的有很多很多你看沒學佛的人喔 他們的確就會買這個頭像啊或者半身像 他真的是把他當藝術品 那你要把他拿來供當然可以啊 你是那是你的佛菩薩嘛 喔佛陀變成佛頭 喔這我到第一次聽到 像我在國外啊有時候你就會經過一些庭園 就是從路邊經過你就發現這一戶人家庭園就會放一些佛像 其實他們都是把它當藝術品在裝飾 國外什麼奇奇怪怪都有啊 還有那種什麼把佛像畫在那個Bikini上面的 有啊就是就是褻毒他們覺得好玩嘛 可是對我們來講會覺得是褻毒 可是他們就覺得好玩 或者是佛菩薩這個佛像把它做成蠟燭 那就從頭開始燒對不對什麼都有 就整個把佛像燒光光 對我們來講會覺得你怎麼會燒佛像 可是對他們講會覺得好酷喔很可愛啊 所以就是你有信仰跟沒有信仰其實是差蠻多的 就好像如果譬如說地上 你看到地上有一個字叫做佛 有一個字貼在地上寫著佛 你敢不敢踩過去 有人搖頭 對啊地上寫著一個佛字你敢踩嗎 就是你們自己去想敢踩為什麼敢踩 搖頭的覺得我為什麼踩在佛上面 為什麼不敢 他是文字嗎還是他代表的是佛 想一想喔 再來把佛菩薩像放在庭園裡當作藝術裝飾 會不會不恭敬那這個就是你們自己去決定啦 我們看菩薩 觀世音菩薩的紀念日 有三個紀念日 2月19是聖誕 這是就農曆來講 今天那6月19是成道 觀音成道日 9月19是出家 這個不是經典喔 這是來自於什麼 妙善公主的傳說 我們依照妙善公主的這個故事而設立的觀世音菩薩的紀念日 有人看過妙善公主的故事嗎 你們都沒聽過 沒有喔 好 妙善公主呢 你們看住節第十 有一個故事 其實妙善公主她的版本 她的傳說版本還蠻多的 那有一些版本她就講說啊 其實就是因為她的爸爸叫什麼王 妙善王 妙善王 有沒有覺得跟哪一尊王的名字很像 法華金 妙善王 對 27品妙善元王 然後這個叫妙善王 所以你看她傳說是不是有相關 對啊 那妙善王她其中的三個女兒 第三個叫妙善公主 這妙善公主跟前面兩個公主不太一樣 前面兩個就是過好日子啊 然後都就是反正長大了 就聽爸爸媽媽的安排 就去結婚啊 生子等等 嫁人 妙善公主她就不想 她從小的時候她就覺得 我一心向佛 我要求道 我將來要成道 這世間一切都是無常的過往雲煙 這個我看不上眼 我不想沒有任何的留戀之意 所以她一心只想要修行 那她爸爸媽媽呢 她爸爸妙善王就把大女兒二女兒都嫁了 然後叫三女兒要嫁 她怎麼樣她都不肯嫁 她爸爸就很生氣 你怎麼可以不嫁 那她就是堅持不嫁 甚至不嫁也就算 她還說她要出家 她爸爸更生氣 那有的版本就說 因為爸爸生氣就把她趕出去 有的版本是說 她最後很想出家 她爸爸就成全她 就讓她到寺院去 但是她是假的成全 因為她想說 你今天貴為公主之身 你去到寺院你要做很多苦事 而且她爸爸還交代寺院的住持說 你一定要好好的訓練我女兒 然後把她折磨到讓她 就知難而退 那所以寺院的住持就跟她說 你雖然貴為公主之身 你來到這裡跟大家一律平等 你出身豪門出身這個皇宮貴族 你來到這裡全部你要打掃 要做香燈要煮飯要做什麼 全部都得要 那於是她就做了很多苦差事 這些苦活都她在做 可是她很認真啊 最後還是感動很多天人來幫她一起做雜事 讓她有時間自己可以去禪修 可以去送經禮佛等等 那所以這個住持看到了也很感動 因為說原來她是真心想要出家的 不是講好玩的 那最後呢 有一天其實她去出家的地方就是在普陀山 她到普陀山去修行 有一天她爸爸生了一個怪病 那來醫治她爸爸的人就說 你這個廟宗王 她說你的病要治癒啊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要用你的親人的眼睛跟手做藥癮 才能夠治好你的病 那大女兒二女兒跟老婆肯不肯 不可能啊 嚇都嚇死的趕快跑 那這個三女兒廟山公主聽到了 就趕快從普陀山回來 那回來她就奉獻了她的手跟眼睛 讓她爸爸做藥 結果她爸爸真的好了 那廟宗王好了以後她就感動說 原來以前我最不疼愛的女兒 反而是救我命的女兒 所以廟宗王就向這佛菩薩護法善神祈求 說希望她女兒的手跟眼睛可以再長回來 也就是因為她這樣子的祈求就得到感應 結果這個廟山公主她就變成有千手千眼 所以後來的人就因為這個傳說就想說 啊這廟山公主她應該就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所以這個就是廟山公主的故事 所以我們從這裡就看到廟山公主她雖然是民間傳說 可是她不是按照我們的佛教的經典來 但是她已經在這個民間流傳這麼久了 已經跟觀世音菩薩變成結合成一體了 那所以這個從這當中我們就用她的日子 來當成來紀念佛菩薩的日子 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觀世音菩薩什麼時候修行 什麼時候出家什麼時候成道嘛 而且以前我們也講過啊 觀世音菩薩不是有很多身份 她是既然已經過去正法名如來對不對 然後又古佛再來 然後現在又是在阿彌陀佛的身邊 然後將來又會成道 那到底是哪一尊才是觀世音菩薩 那你說她什麼時候生日什麼時候成道 你怎麼能夠知道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廟山公主的時間來當紀念日 那思維題這邊就是 在菩薩的相關紀念日舉行慶祝活動有什麼意義嗎 你們覺得有沒有意義 你們覺得有沒有意義 有什麼意義 她的精神 喔她的精神 很好就是你在這個相關的紀念日舉行活動你就會更想要去了解 然後甚至是一種提起 你可能平常我們不見得會一直記得這尊菩薩 可是在她的相關的日子 你就會去懷念去緬懷去思想想一下菩薩 她的精神是什麼她的慈悲是什麼 嗯很好還有勒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喔很好把菩薩的本願功德再重新講一遍讓大家溫故置心 對這個就是跟剛剛傳寬講的就是我們去了解佛菩薩的精神 再一次去思念去體會然後去學習效法菩薩的精神 嗯很好 所以表示還是有意義的嘛對不對 那但是問題呢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啊 妙善公主的故事是傳說她並不是經典的 既然是傳說可以相信嗎 傳說可以相信嗎你說 喔如果是正面的就有意義 嗯好還有勒 那有意義那你要不要相信她 真的有妙善公主 喔很好相信但是不迷信 嗯很好的答案 不要跟著一起跪拜一直去喝大杯水 不要跟著一起跪拜一直去喝大杯水 我自己要自己禮拜你的觀音 啊你自己禮拜你心當中的觀音 啊如果人家要一直一直拜大杯水 要喝大杯水也可以啊 我們有去也喝啊 對啊對啊 有可 傑克 嗯對 有傑克也有保佑 嗯很好 欸真的有的人他真的就是心誠則靈啊 嗯你看有些小孩子他就是嚇到嘛 那真的就是大杯水喝一喝或者洗澡啊 他真的就還真的有效 嗯 我們不鼓勵 可是有的人相信他沒有白費嘛 那你做了可以保護也很好啊 嗯 嗯 欸真的好了 欸真的好了齁 自己唸《鑰師咒108遍》還真的有效 喔真的喔喔好認真 好那再來咧 為什麼要依據傳說禮境菩薩 剛剛講啦因為我們經典沒有嘛 那我們總是要有個依據 那既然有傳說的故事我們就拿來用啊 那也許今天不見得是 就是說今天剛好是妙善公主主的生日 我們把它當成菩薩的生日 沒什麼敗壞啊 你就是用一個日子來引導我們 讓我們有依循 嗯這樣就好啊 如果你自己堅持 我不要2月19啊 我就要3月19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你就是你的菩薩就是3月19生日 你就是記得要來拜他嘛 那但是你更好你就是一年365天 你都拜啊 然後更好是二六十鐘都拜啊 分分秒秒都拜啊 嗯 剛剛你們說你們沒有念 沒有看過妙善公主的故事 我小時候 小學的時候我就看過妙善公主的故事 你看過妙善公主 你看過妙善公主 也是啊也算是有接觸到嘛 對 我小學也是看故事書 看到妙善公主 可是小時候不知道什麼善根 等等我沒什麼會跟她還有一點善根 我小時候看到妙善公主的故事 我就想 哇她好偉大 我也要發願 我將來也要普度眾生 欸真的欸 沒有 還沒普度 努力中 可是你真的長大以後回想到你小時候起的那些念頭 你就想我怎麼小時候這麼有善根 我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們不要看不起自己 不是說你小時候發願你要當你要普度眾生 你就很了不起 不是 剛剛講的是第一我們不要看不起自己 第二就是妙善公主雖然只是一個故事 只是一個傳說 可是一個小女孩看到這個故事 然後她會起笑法的心 而且是起發了這麼大的怨說 我也要普度眾生 雖然其實小時候我搞不懂什麼叫普度眾生 真的搞不懂 可是你看到你會很感動 你就想哇她這麼偉大 我也要當偉大的人 我不是看到那個殺戮的故事 打打殺殺說我以後也要去打打殺殺 我是發願我要度眾生 那不是一個很正向的心念嗎 所以雖然她是故事 她真的有她的意義 也有她很強大的作用在 從這裡你們就知道 我們要給小孩子看的東西 要挑選 你要給她就是可以引導她正向的 讓她起正念的 讓她能夠效法古人的這麼多的美德 我們不要給他們買一些會打打殺殺的玩具 然後每天想的都是打打殺殺 那就太顛倒了 好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像剛剛你那個發音能不能算等同發菩提心 還不算發菩提心 我小時候覺得說我要普度眾生 可是我連什麼叫普度眾生我都不太懂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也不知道什麼叫菩提 那你說是不是發菩提心相似 對相似發菩提心 我們可以這樣說 因為是在懵懂的狀態 可是畢竟她起的是一個正念跟善念 所以還是OK的 而且是很好的 好那我們現在你們下一次下週記得 再把這份講義再帶來 好那我們現在一起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皆共成佛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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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